大家好,欢迎来到中老年讲堂 希望大家能给唐糖点个赞 您的支持是唐糖最大的动力 今天唐糖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这三种老人晚年注定享福 没有钱子女也会很孝顺 快看看有没有你 晚年的养老问题可以说是现在整个社会和人们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 毕竟国家的人口增长变得缓慢 人口老龄化越来越严重 很多中年父母已经开始担心自己晚年时候 身边的子女到底能不能靠得住了 确实这个时候父母除了自己有钱比较安心 再有就是在子女身上寄托的希望了 就算是子女本身比较孝顺 也无法给父母带来绝对的安全感 因为老一辈很了解 人老了就会讨人厌烦了 于是总想着要如何对子女付出 才能在晚年迎来一个平稳安心的状态 有钱的出钱有利的出力 老人都尽量发挥自己的余热 但其实不必这样做也能过得很好 晚年享福的老人都是以下类型 不掏钱不出力 儿女依旧很孝顺 一 性格淡然 不要求儿女回报自己 其实人就是很矛盾的动物 时不时的也非常逆反 越是要求子女一定要回报父母 为父母做这个做那个 结果越有可能要失望 相反 对儿女抱着平常心 不强求儿女越会明白父母的好和辛苦 王叔就是这么一个老人 性格非常淡然 从来不在外炫耀自家儿女干什么工作 挣多少钱 听别人孩子回家给父母买了什么 也不会闹着在儿女面前争 更不会攀比计较 人家儿女反而一年中有时间就回家看父亲 或者带父亲一起住一阵 话说的不好听一点 就是老了越是势多 儿女越是心烦 父母不添麻烦 子女反而越发念好 二 树立榜样 给儿女做一个孝顺的好样子 说实话 想要儿女孝顺自己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父母年轻时候也要孝顺老人 在生活中 周围晚年被儿女孝顺的父母 基本上都是本身就很孝顺的人 在为人子女方面 最起码是没有苛待过老人的 记得家中长辈经常说 担心把儿女养成白眼狼 不如担心自己没有给孩子 树立成一个好榜样 孩子都是在大人行为的感染下长大的 从父母那里学会了感恩 学会了孝顺 等长大之后 不用父母要求 孩子自己就明白 要如何对父母孝顺 所以晚年想要想福 其实很容易 养出一个孝顺的孩子最重要 而这个的前提就是 父母要先做一个好的榜样 三 保重身体 宁愿花钱不给子女找麻烦 人老了之后 健康就是最重要的 身体机能都在退化 平时就要加强锻炼 有的老人觉得有一点 小病小灾的就不想治 怕乱花钱 但是小病熬成大病的时候 那就不是乱花钱了 就怕花足够多的钱也治不好 老人会认为 到了生病的时候 就是考验儿女孝顺与否的时候 不过酒病生前无孝子 这话是事实 保重好自己的身体 就是给儿女最大的安心 也是晚年最大的福气 传统的家庭观念 就是人老了 就没什么大用处了 除了带带孩子 别的也干不了 但是这想法是不对的 大半辈子过去了 老人更要为自己活一把 不要总局限在 家里子女孙儿身上 多培养培养爱好 锻炼锻炼身体 自己每天过得充实快乐 才最重要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大家别忘了 给唐糖点个赞 同时可以到Facebook 和唐糖互动 您的支持是唐糖最大的动力 请不吝点赞